我們要先把我們每天需要做的事情全部寫上去 可能就是英文單字啊 數學題目啊 你要去找你的 這個三表神四姑媽 又熟公的狗 讀書從被動轉為主動的第一步嘛 我在金石堂擺小文化店 看看這是什麼 這就是我的青豬 怪色科學實驗室 成品金石堂都找得到喔 快去買 上次我在段討後 有告訴你們 你們常遇到幾個問題 也叫你們要執行規劃了 但是你們規劃了嗎 現在三次段討結束了 放寒假了 是不是都還沒做 不用擔心 這次一樣東西我不講了 我會告訴你們 如何做出屬於自己的課表 還有自製的打卡表 為了要做出這個自律打卡表 首先我們還有一張課表 這邊的課表不是說你學校每天上課 睡前要去對的那個 國語課數學課 每天要帶課本那種課表 值得是你的複習進度 還有你的讀書計畫 那這個問題呢 在一開始的時候 對於完全沒有經驗的人 是很難的 你必須找一個好的模板 這邊就要提到一個 跟我有合作的一個平台 它就是客家人學習平台 那基本上呢 它就是一個有老師跟學生共同 增進大家學習效率 交流情感的一個地方 就是裡面有很多學生都開始問一些 可能跟課業啊 學科的啊 或是有一些 學習甚至講義的問題 這邊都已經有人在討論了 他這個客家人呢 他會提供以周圍單位的課表 每一周該念什麼都幫你排得好好的 每個年級都有 甚至他還準備了 複習的考卷 甚至還有解答 這個東西呢 你都可以去跟他索取 那上面會跟很多不同的平台老師做合作 像我就是其中一個嘛 我會把我的Titalk的筆記啊 Facebook 這個分享的圖文都有放在上面 那最重要一點 一開始啊 萬事起頭難嘛 總是要有一個人提醒你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時間到會跳提醒 告訴你下周該念什麼 非常適合不夠自律的學生 養成良好的讀書習慣 當你有自己進度之後 你就會想 遇到事情卡住怎麼辦 我的進度到底要怎麼排 還有如何檢視成效 做給你看 好我們就以寒假的打卡表為例 首先呢 我們要有兩個區域是放上你的日期 這日期呢 就是一月跟二月後半嘛 一月 二月後半 那日期就是你自己把它填上去 接著我們右邊 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打卡的確認區 好這邊就可以提上你的事項 那底下的這些呢 就是讓你打勾 今天 明天還有後天 然後總共就是一月到二月 總共有幾天嘛 你有沒有做到 好為什麼沒有做到 你都可以用不同的標記 比如說你可以用三角形 表示這件事延後了 或是就直接放棄了 打擦 理由你可以做補充 來最重要是什麼呢 左邊這一行呢 是要你確認你的生活中的大小事 到底會不會影響到你讀書這件事 比如說你的 這個你可能一月底 快二月的時候要過年了嘛 所以要幹嘛 要拜年對不對 你要去找你的 這個三表神 四姑媽 六叔公的狗 看看他的腳有沒有好起來了 這件事實在是太重要了 導致你可能一天要少背可能五六十個單字 所以呢 你就要先把這件事情寫進去 這一天呢 你應該做些什麼事 那這一天 該排的事情呢 好根據剛才的課表嘛 你會有一些自己的進度 可能英文單字 可能要背幾個 六十個會不會太多 好不管 反正就是六十個單字 好 那你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後面的進程都是卡死的嘛 那該怎麼辦 原本你設定的是在可能下午一點開始背 那如果你今天下午要去拜年了 所以你可能早上要早點起來背 就是這樣的方式去規劃 然後你就可以注記在這邊 這一塊呢 你就可以用別的顏色 好去講說 好這一塊呢 是有提前做了 好這樣對你來說 這樣的重要度就提升了 這就是自律打卡表的概念 讓你的生活跟你的讀書融在一起 好那這個東西我做好了 然後把它做漂亮之後呢 會放在這個資訊欄 讓大家下載 那如果你一開始沒有想法的話 也可以用我的版本做做看 我實際操作一下給各位看 我們要先把我們每天 需要做的事情全部寫上去 好這是你每天要做的 那對應你來說呢 可能就是英文單字啊 數學題目啊 國文注釋啊 就把它寫好 放在右邊 然後接著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形勢力 形勢力這邊要填呢 應該是你預先想到的 跟你生活有相關的 比如說像我的話我就幫人家上課 所以呢 我把我上課日期 都填起來 這是你已知的 你知道這件事情必定會發生 但是要注意來 我們寒假有一件很重要的是什麼 不是讀書啦 是過年嘛 我們最重要的節日之一 我們把這框起來 這一塊就是過年 加上這個是三四一是除夕嘛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事情遇到了過年 可能會衝突 那你就要先做調整 像我這邊這禮拜 他們一定是放假嘛 所以上不了課 好這個綠色框框就是 我預期 可能會上課的日子 所以說我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 這一天的事情就要提前去辦 所以呢像今天 這個21號 我早上寫了腳本 然後T-talk也拍了 社群也回覆了 然後我畫了一些圖 好都有做到非常的標準 那我明天呢就有課 而且禮拜六可能 我覺得我偷懶機率偏高 所以呢 這邊要標註 好這件事情 有可能會辦不到 尤其是 尤其是拍攝這件事情 因為腳本肯定邊走邊想嘛 但是呢 拍攝跟T-talk這兩件事情 高機率是辦不到的 所以呢 唉對不起 我還先告訴大家 我偷懶了 這兩件事情 我不做 但是相應的 然後你可能做久了之後 你就要把它補回來 合天 禮拜天我多做一些 這就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實際去操作 把它跟生活融入 啊想到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個啦 過年時候不是要回娘家嗎 那我們家比較特別 我們是避開人潮 我們出三回 這天要學上娘家 所以這天 我的器材啊 什麼的工具都不會帶 所以整天一定都不能做事 一定要特別標記起來 有這個資訊大卡表啊 你的生活大小事 還有你的讀書計畫 全部都在上面 再也沒有什麼理由 就是我今天少背五個單字 哎呀 應該明天就補得回來吧 我明天一定做得到吧 沒有這種事情 你一定做不到 而且你的理由清清楚楚 一項項都被知道了 完全就可以檢視成效 非常棒 最重要的是啊 讀書已經融進你的生活了 你發現了嗎 你跟這個什麼四姑媽的狗 去遛狗啊 然後說要跟朋友打船之後啊 很重要 我知道 沒問題 但是讀書同樣重要 所以他們排在一起 這就是讀書從被動 轉為主動的第一步嘛 好不好 現在開始努力吧 永遠不遲 趁這個寒假 好好的努力一下 讓你 讓我 讓大家 看到一個不同的自己吧 韓志投客 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